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预所遣见风波继续发酵 屋宇处证实 郑若华夫妇的独立屋都有遣见 地政总署就说会征询法律意见 看看有没有违反地契条款 郑若华昨天再到就事件致歉 说没有违议家里有违规建筑 并且解释因为事忙 不记得 是自己警觉性和敏感度不足所致 他说明白到社会对他期望高 会妥善处理 不过到了夜晚 有报章就披露 郑若华当年的银行案揭文件 并没有列出有地库 质疑他说 不知道家里有潜见是说谈话 既然司长明白到市民的期望 相信也会理解到 社会期待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道歉 而是事件的真相 买的时候 现在报纸报道的情况已经存在了 在屋里面 我没有做到任何结构性的改动 郑若华女士仍然是 我心目中一位非常理想 去担任律政司司长的人选 律政司司长郑若说 一上任就卷入签建风波 昨晚他第二度现身 现传媒道业 尝试为事件降温 因为当时我的工作实在太忙了 在这里也深表协议 你会不会就此辞职 我不会辞职 他的解说能不能获社会接手 知法犯法的嫌疑 是不是已经全面洗去 今次签建风波 建制中人普遍相信 郑若华警觉性不足 只是无心之失 签建被揭发三日后 民主派的郭荣亨认为他罪不致死 要求他详细交代 郭荣亨和郑若华曾经在国际总裁事务合作过 他说郑若华在业界有声誉 今次暂时难与当年梁振英的签建相提并论 梁振英他在选举轮坛的时候 就攻击他的对手 说他隐瞒签建 原来一直自己家里都有签建 然后就说从来都没有说自己家里没有签建 这些语言艺术 再加上他其实是向立法会讲大话 我觉得郑若华的公众形象相对还是好的 因为虽然他做了很多政府公职的事过去 没什么跟民主派或反对派人士有太大的冲突 例如说最低公知那时也处理得算是不错 他也没有一些普遍的包袱 包括了他不是政协那些东西 我相信他和一些所谓泛民的力量 都仍是可以有些疑中留情的处境 民主党的林卓廷一度希望就事件提出休会待组 和紧急质询 但主席梁军燕认为 已提母逼切性不批准 就着郑若华是否应该到立法会交代 我们查询过议会主要党派的意向 民建联期望司长透过开记者会 释除公众疑虑 自由党、公联会未有讨论 经民联不回应 新民党说市民仍有疑问 需要尽快详细清晰交代 民主党、公民党、公党、香港本土 人民力量同、热血公民 都认为他应该到立法会交代 至于郑若华应不应该问责下台 民建联认为事件不涉诚信问题 自由党、公联会未有讨论 经民联不回应 新民党说先看司长再进一步交代 共党和热血公民认为应该 人民力量就指 如果发现知法犯法 应该下台 公民党说如果公众仍然质疑司长的诚信 不排除要他下台 香港本土说仍然有待当事人解释 民主党就认为 司长应该考虑自己是否适合担当这个职位 郑若华年日来以尖牙高息回应事件 有媒体和政党 拿到他独立屋相关的高空图片 怀疑在2008年和2009年天台曾经改动过 和司长的说法又出入 买了一个有潜见物的物业 其实本身因为不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如果他真的有主动进行天台的潜见 这个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当时很多时间都要离开香港 还有很多的公职 我买回来的时候 整栋物业都是现在的状况 所以我没有做过任何更改的事 第二次解释之后 有传媒再指他买屋的案件文件 没有任何地库 质疑他说大话 个人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真的想他尽快告一段落的话 就是郑若驊应该马上来到这个立法会 清清楚楚去交代每一件事 郑若驊被揭发潜见之后 资深大律师洛应监 因为他应该考虑辞职 前大律师公会主席谭韩之就提出 不容易找到人入热厨房 张大明说不可以混淆视听 关键是有无违法 总不会香港是卑到一个地步 没有了某一个人做司长的位置 就不行 涉及到司法犯法的行为 就不可以轻轻賴过 变成了一个原则和法治的问题 当然因为签建这个问题 他不是第一个 譬如前特首 我相信特区政府 中央政府都撑着他的情况下 这次过了骨 暂时看来都应该有机会的 但是接着下来搞很多事情的 23条一地两检 接着还有其他可能相关的问题 这就是大问题了 到时他这件事 就一定会有人画出来做话题 律政司司长首执刑事检控权 建负起维护香港法治的使命 要取信于民 开城报公是最基本的条件 今天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018年第一次出席立法会的大文会 但是主角变成被揭发大宅潜见的律政司司长 郑若华 林郑月娥开场白 先多谢议员去年通过施政报告致借动议 又说会和立法会冲城合作 但是仍然避不过泛民对郑若华 潜见的提问 你这么大的地牢都围不住 你是不是当香港人傻的 特首 现在他们带头和我们说 忙是大了的 忙可以犯法 忙可以潜见 他在这份文件当中 案写的文件当中 是写明 这里是没有地牢 你是否能够相信 作为一位司长 连目测 一来有法律的了解 背景 签了这两份的法律文件 他是专家了吧 都不知道用常人目测 你看不到有个地牢 而你签下去 我也都明白 大家对于现在说 用不记得 很忙 或者是没有警觉性 敏感度不足 好像很难以接受 但我在这里都希望大家 用一个包容点的态度 去看回这件事 林郑月娥在五分钟之内 说了三次 请议员用包容态度 看待事件 尝试为事件降温 林郑月娥就着这一个 郑月娥前面事件的回应 所说的所谓的包容 其实两个字可以概括 说的是包庇而已 下面以后所有官员 无论什么级数 犯错你是不是都去包容他 喂 这样搞法 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 还有没有诚信 我不是包容潜建 我不是包容郑月娥 律政司司长 是不需要去更正 所以并不存在说 我只眼开只眼闭 包容什么 我希望大家都是 将整件事来到客观 包容的去看 就不要做一个拙拙逼人 特首其实他都留有一手的 因为就算他怎么说 叫所谓包容 因为他不想他这么辛苦 所谓找回来的司长 是离任 但是最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就算怎么说 说没有隐瞒什么都好 但最后有议员问他 你信不信司长 是不知道有潜见 他是不敢回答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将这一句都压了下去 就分分钟他保不了自己 今天发问的13个议员 有8个来自建制派 只有田北辰就郑月娥 潜建事件提问 促请政府日后在品格审查上面 加入物业有没有潜建 其余建制派提问内容 有警队士气 油麻地果然安全问题 工作和生活平衡等 不单只没有追问郑月娥 潜建风波 还欢迎他加入这个热厨房 首先我想跟新的律政司司长说 以你有江湖 有能力 有那么受人尊重的情况之下 都肯进入这个政府做事 我觉得真的很难得 我希望你能够顶着压力 处理好这次的风波 欢迎律政司 我代表我的业界 地产和建有建筑界 很欢迎你接受了这个律政司的位置 特首 我想问个问题 不用担心 我不会问辣椒 我又不会问楼价 我想问一个民生问题 尤其是这些少数族族族族的 他们是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教育的机会 林郑月娥至今仍然相信郑若华 没有刻意隐瞒大宅的潜见问题 在一片泛民质疑他偏袒下属的口号下 离开立法会 人民力量的陈志全在会后 尝试走近郑若华抗议 郑若华没有回应 也都没有回答传媒提问 需要保安和官员互送下离开 似乎这场政治风波 未能随特首的解话告一段落 今年3月 人大和政协将会换届 做了10年港区人大常委的范徐丽泰 也会退下来 回归前 范徐丽泰担任过行政立法两局议员 深得港英政府弃中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之后 他辞去立法局议员等的职务 回归之后 范徐丽泰担任首届立法会主席 之后当选人大常委 走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这么多年的从政路 范徐丽泰有什么体会呢 我今天的嘉宾是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Lita 欢迎你来以示律师 香港人对人大常委开会 因为是关门的 形式又不足 你做了人大代表10年了 为香港做了什么呢 人大常委会其实就是一个立法机构 和是一个监察国务院 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检察院的 和他也会自己主动地去对一些法律 去进行执法检察 我作为唯一一个香港来的人大常委 我觉得我就有责任 凡是我希望 我一点点了解 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说 因为为什么呢 我的角度和他们是有点不同的 中国的法系属于大陆法系 它是比较原则性的 所以是给了很多意见 不过被接受的就不多了 当然有关香港的事干的时候 一般常委会会安排香港一些人大代表 例如六个 就去列席这个常委会 就香港的事情表达他们的意见 前几天 马道立在香港基本法定名香港普通法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在铺你这些言论 就是说香港不会用大陆法来诠释基本法 不理会说基本法就高过普通法 这些言论令到香港人的看法 就是是不是对我们法治有冲击 其实正正就是因为基本法 是给了授权 给了香港高度自治权 而高度自治权里面有一个 就是司法独立的司法权 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 为了要落实一国两制 也都理解到香港其实现在的法律 和我们所做的一些经济活动都有合约 都是用普通法来起草的 所以一定要保障普通法的法系 但是你是一国两制 所以也都要按照宪法 中国的宪法 不过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你看到基本法158条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如果法院有需要去解释 这个基本法的时候 人大常委会授权你香港法院去解释 基本法 但是如果你那个案件是有关中央的事务 或者是中央和香港的关系等 那你法院就一定要向这个 人大常委会要求取个解释 是 当年我们不是有居留权案的吗 是 吴嘉宁案 在人大解释之前 法院的裁决就是失衡的 所以我们立刻收了很多个这样的人 但是在人大解释之后 法院的解释就取消了 又要跟人大的解释去做 这个就是保障了 第一 你香港的司法独立权 第二 保障了一国两制 习近平主席 在党十九大 opening speech那里 就说要牢牢掌握 港澳的全面管治权 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 首先没有转变 因为飞哥你和我 都是经过当时中英谈判 中英谈判的结果就是 英国将香港的主权 一向中国都是我的 但是英国还将香港的治权 交回给中国 中国一直都说 你治权主权交给我的 不是交给香港人民的 全面管治权交给国家之后 国家就按照一国两制这个政策 就做了一个基本法 基本法 其实就是将 香港内部事情的权力 全部交给 授权给香港特区 所以香港特区的自治权 和这个全面管治权 是没有冲突的 我就认为冲突有的 有些最少有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令香港人放心的话 香港是有国人自治 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 我相信 习近平对香港 全面管治权 那个是一个 又是一言九鼎的 这样的言论了 而且我们特首 市场被人说 做事的方式好像快捋一样 中联办的角色就是联络各界人士 从来都不是治港 治港不是他的职责 但是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觉得 现在是西环治港呢 就是因为 在十年前左右 可能未够十年 大概都是这样 当时特区政府 就叫中联办帮他拉票 有很多立法会议员 就是经常收到中联办的电话 叫他怎么投票 因为特区政府觉得自己去拉他票 拉不到 或者自己不想拉了 从那时候开始的 一直都是这样 但是你记得 当林郑月娥选举的时候 说明这些拉票的工作 这些是应该特区政府官员去做的 我们做回自己的份内事 没有理由我们自己政府要做的事 要去叫人帮忙跟你拉票 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 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所以就有西环治港这句话 但是 西环绝对不能治港 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的 就是职责 上两届政府都是 为什么那些人做事 就是脱离呢 要走去中联办 而不是走去政府总部解释呢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 不过这些是过去 将来 统治香港 管治香港 就应该是特区政府 就要说担任这个 律政司司长 是 那 就是 家里有钱 他不是很多人说无心之失 我不是叫他辞职 就是如果继续这个位置 之后 香港人对政府 就是律政司的信任 和律政司对他有信心的话 是打了很大的折扣 我觉得人谁没过 他是不应该这么不小心 但是呢 他 比如说我们平常一个人 如果我潜见 被屋宇处知道 叫我清拆 拆完之后 起回 按照他本来的图籍 那屋宇处说OK 那就完了 也都不会说告上法院 只是你不肯拆 或者有某些情况 你是有心去隐瞒 那就会告上法院 那 告上法院也都不一定 告得入 这个并不是一个 说到这么紧要的事 而且呢 郑女士也都自己认了错 也都自助协 也都请了人士 所以你说香港人应该宽容一点 我就觉得呢 要给他一个机会 应该等他 他是一个很资深 和国际知名的一个大律师 让他试下做这个律政司长 好好的做几年 我相信他是可以对香港有贡献 Vita 多谢你 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辟哥 多谢你给你机会 Any unwarranted criticisms made against the rule of law cannot be of any benefit to the community 要求司法公愿 求司法公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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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